最新消息 这样的追求方式真的会把人给吓跑 台中有一位35岁的廖姓男子 在雾峰区某医院看诊之后 对一位护理师就产生了爱慕之情 回家他就不停搜寻脸书 而且疯狂留言骚扰 被女方拒绝之后 恼羞成怒竟然发电子邮件 到医院的申诉信箱 留言下次回诊就要持刀 攻击女护理师 院方一查 下次就是6月17号 吓得赶紧报警 幸好男子没有任何动静 他希望获得家人芳心 但是用错了方式 还被对方控告 妨害名誉 他因此怀恨在心 被警方涉嫌恐吓 以及违反医疗法送办 现在会不当初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